歡迎收看最想消息 昨天我們剛剛頒了 Wine by the glass restaurant award 這個獎其實我們已經做到第六年了 什麼叫Wine by the glass 即是我們所謂的杯裝酒 就是你在酒單裡見到 有哪些酒是可以逐杯逐杯叫的 有些不可以逐杯逐杯叫 就是一枝枝地叫的 一枝枝地叫的 我們Wine by the glass這枝枝 可以說是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是慢慢慢慢令到大家 是越來越重視的 還有就是每一個餐廳 我們都見到他們現在 這個Wine by the glass的枝枝 可以說是越來越長 和越來越多選擇的 因為以前可能我們去到餐廳 叫酒的時候 如果叫By the glass 可能真的每一款酒 只有一隻給你選擇的 現在我們見到可以說 全部很多的餐廳 起碼有一板 或者甚至乎我見過 有些是兩板 都是By the glass 大家可以叫的 所以我們都真是叫做 推動到這個大家 行業裡面 將這件事更加重視 和更加發揚光大 亦都給予更加多選擇 給我們消費者 所以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幾好 和一個叫做幾成功的 一個比賽 今年我們得獎的餐廳 都是非常之豐富 我們有四個 category 每一個category 我們都有灌瓦貴軍 首先說一下這個 亞洲菜 我們都是兩年前開始 才加到這個比賽 以往你去吃中菜 或者可能是去吃日本餐 或者泰國菜 未必真的有一個酒單 讓你去選擇 現在當然是越來越普及 令到這個 Wine by the glass 都是越來越豐富 在這些中菜 或者是亞洲菜的餐廳 今年我們有四間餐廳得獎 貴軍有兩間 一間就是明國 就是Cordes Hotel 另一間就是Tree 這兩間就是我們今年亞洲菜的貴軍 然後亞軍就是欣陶軒 就是這個州際酒店 冠軍就是龍景軒 就是這個四季酒店 我們今年都看到 比分都是非常之高的 分數是大熱勝出 然後輪到這個 是Group的Category 這些就是餐飲的集團 他們都有很多的餐廳 每一年我們都會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今年的貴軍就是Mercedes Me 就是Maximo Concept 他們開的一間餐廳 就是有一間Benz 就是跟Benz做過Corsofa的餐廳 亞軍就是Belong Belong 我覺得是一個很刺激的餐廳 因為它在SOHO區的裝修很特色 我覺得是 我走過其實都想進去試試 因為它好像真的 在法國我看到這些餐廳都是這樣的 冠軍在這個Group的Category 就是The Ocean 我覺得The Ocean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在淺水灣的 你去到這個餐廳的時候 一看出去 整個落地玻璃 就看到外面的海景是非常吸引 另外就去到這個 Independence的餐廳 Independence就是 我們有些獨立的餐廳 它不是隸屬於一些集團 或者不是Hotel 可能它只是一間餐廳 我們都會鼓勵他們 希望參加和做好他們的酒的選擇 今年這三間都是很出名的 這個貴軍就是 Latelier de Joël Rubachon Rubachon大家都很清楚 非常之多星級的餐廳 全世界都有 亞軍就是Catalunya Catalunya Hong Kong 就是他們非常之出名的一個西班牙菜 我們都去過很多次 以及也都試過他們的選擇的酒 都是配搭得非常之突出的 冠軍 冠軍就是Bowinnovation Bowinnovation就是三星米之年 以及他們的酒的配搭和選擇 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們的酒 全部都很多是自己找回來 以及直接跟酒莊入 以及有些都是一些限制 即是說酒只有很少量 全部都被他們要光 或者很大部分 香港的部分都是他們要光 所以你去到其實去選擇的 Wine pairing 很多時候在外面是找不到的 最後一個類型就是酒店 酒店也是 當然也是非常之激烈的 這個比賽 爭得很厲害 今年也有四間得獎 季軍就是Cafe Grey Deluxe 就是Swyne Hotel Groups 亞軍今年有兩間 第一間就是Tosca 就是Riskalton 第二間就是Bowstonian 就是Langham 這兩間都是出名 在Wine方面都很重視的餐廳 我覺得Bowstonian 可以說一說 因為他們之前做過裝修 整間是裝修過一個新的形象 第一次是拿了我們Hotel的亞軍 Tosca一直都是保持水準 冠軍就是Caprice Caprice就是Fore Season 他們的食物不用說 非常出名 以及最近應該以我所知 是有新的廚師來了 希望他們無論在酒和食物方面 都可以再突破 以及做得越來越好 今次我們頒獎 還有一個小插曲要跟大家說一說 因為今次的organizer 可以說是混亂到爆 因為我們頒獎的時候 其實還有不知什麼豬肉獎 在這裡搞的 接著之後 reception 各樣東西都安排得非常之差 因為所有的人都叫來 等半個小時才可以領獎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一聲 抱歉 因為所有的sommelier 和F&B 我們所有的朋友 都非常之忙 大家在那段時間每一天都是 這些時間要準備 故意來領獎 但是浪費了我們大家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對於這個大會 非常之失望 而且覺得非常之差 因為他搞了十幾年 搞來搞去都是這樣的尺寸 這樣的規模 搞來搞去都是安排那麼差 我覺得 真的完全 我真的很失望 但是接下來十一月就不同了 因為十一月我們就會有這個 Hong Kong Top 10 Wine Pairing Restaurant Awards 我們就是和一個最大型的Wine Show合作 亦都是非常之盛大 professional 亦都是邀請更加多的嘉賓來參與 亦都到時是選出十間 真是全港最厲害的這個Wine Pairing的餐廳 是介紹給大家 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好了又是時候要賣一下廣告了 我們接下來九月十六日 下個星期六 就是我們的一年一度的清酒制 今年我們是有更加多的Sake給大家試 是超過二百款的 有些是直頭之前是未在香港 available過的 快點記得來買票 每一張票一百八十元 有三個Token是試清酒的 另外還有一個Token是有食物的 另外我們今年還有很多獎品會給大家 就是有機會抽到這個黑龍的九頭龍大淫陽 山本的Pure Black純米淫陽等等 有很多的獎品非常之豐富 記得快點去我們的Facebook和我們的Web site買票 除此之外今天我還會有一個問題給大家 就會送出十張門券 那是什麼呢 就是只要你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UXTV那裡先要訂閱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然後就在上面留言 就是介紹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間餐廳的Wine Pairing的Menu 或者有什麼特色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會抽出五位說得最好的朋友 每人有兩張入場券 到時見 多謝大家收看最新消息 看看中國人的寶寶 妍本不想給大家 確認看看 對